後來 鄉親愛的新聞一開始 是來關心收貨的好康 可憐去組到詐騙 合比一名七十多歲的老生死 說先讓詐騙集團 成立的導賞團體 騙招兩百萬後後 因為這條一名主称是六十歲的男主 說可以協助他 就讓騙招的錢獲得來 但是要先繳五萬塊 他們的委託費貸金 老生死去郵局賣費款的時候 航員問話 滴滴滴滴說不清楚 發覺可憐是方便哦 是馬上來聯絡警方 向我們將五萬塊錢報下來 不方便走 合比一名七十幾歲的老生死 先比內的街頭主 群族詐騙兩百萬 人後還接著 那個群族裡面 一名主称是六十歲的男主 說要替他討回來這條錢 但是要先讓委託費 老生死贈王猶救你們幾歲 看了的時候 航員發現事情不單純 馬上是同理警方 本就報到老生死 辛苦賺了錢 他這就是那個詐騙人 你知道嗎 對 他這就是詐騙人 我們初步了解 應該是屬是同一個 詐騙的集團 但是他是以私下 在跟被害人 來做一個相關的 Line的聯繫 以做一個詐騙的方式 那我們分局再次的呼籲 網路交易 要是謹慎的小心 切勿相信不明的投資的管道 要慎選良好的防護的機制 警方強調 我近東中協助老生死 將對方的类帳號進行紅色 而且可供老生死 停替版例 專小設定 派便再次比詐騙 另外中了優格表示 因為當地老伙子是最多的 為了派便中價比詐騙一團詐騙 對他要領大條錢 他才是要負貨的民眾 都會再三關懷來順問 德中華新聞也豐富 何必彩虹報得